2009年9月 兄弟二人 他们手里的画应该是一件宴品 拿到市场上最多能卖三万 兄弟俩有些将信将疑 专家又说了一大堆专业词汇 蒙骗他们 并最终以17万的价格 买走了这幅画 然而2010年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 这幅松阳汉白图 居然被拍出了8736万的天价 出于兄弟俩得知消息后 立刻报警表示自己被骗了 但专家却认为 这幅画是他们卖给自己的 自己有任意处置的权利 最终兄弟二人 只能吃下了这个哑巴亏 而这幅松阳汉白图 也确实是乾隆金字画的 公元1750年8月 40岁的乾隆奉皇太后 率亲王贝勒文武大臣 寻信河南 并前往松阳书院观赏汉白 之后做下了紫画 紫画画心重58厘米 横29厘米 画卷上方还用小杭书提诗足迹 是非常珍贵的藏品 总之还是希望藏家们 能多留一些心眼 别再被所谓的专家欺骗了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没杀过议员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一律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 无人能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吕布即可观看